正常的肺裡面是 只會有這些像樹枝狀的 這些叫做血管 這些是正常的 那如果像這個纖維化 是比較不規則的 纖條狀 甚至是網狀的 這名患者因為染上嚴重肺炎 從酒殼 氣喘 最終導致纖維化 已是永久性傷害 再也回不去了 當初的發炎如果很強烈 很嚴重的話 纖維化比例就會比較高 那慢慢 隨著時間會慢慢的復原 可是不一定能夠復原到 原先的這個狀況 肺脏從原本因柔軟如海綿的狀態 變得像菜瓜布一樣粗糙 俗稱菜瓜布肺 嚴重發作時 存活率只剩0.9年 比癌症還可怕 冬季是病毒的溫床 新冠肺炎正悄悄捲土重來 今年3到12月 新冠肺炎已經累積388例死者 有348人是65歲以上的年長者 其中很多人就是死於肺纖維化 而下一波大流行的 新冠變異株JN.1 恐怕在春節前夕造成大流行 一屆預估確診跟死亡率都將增加 它後續的自體免疫會攻擊到迷走神經之外 都是因為感染病發症導致器官衰竭死亡 今年10月到12月23號 流感死亡個案已經攀升到32例 那我們今天打的這個是13 13下的肺炎 好嗎 好幾啊 菌頭有一些不太一樣 這名老先生只打過流感疫苗 但醫師告訴他 還要追加肺炎鏈球菌疫苗 才可以降低重症風險 因為醫學臨床試驗證明 人體一旦染上流感病毒 肺炮裡的巨噬細胞就會減少 而巨噬細胞是免疫防守的第一道防線 在這段空窗期 外來病毒最容易入侵 尤其是肺炎鏈球菌 許多新冠或是流感患者 都是因為第二波鏈球菌的感染 造成死亡 千萬不可不注意 像是新冠 像是流感 他們就是引起嚴重的免疫反應 導致說整個肺都白掉 就跟肺炮跟沼澤一樣 這些沼澤癢的 這些二度感染的 其實就是肺炎鏈球菌 所以說你為什麼同時 打流感的時候 就要一起去打肺炎鏈球菌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新冠 流感 肺炎鏈球菌 同時侵襲 這三種疫苗缺一不可 但到目前為止 65歲以上年長者 還有49%沒有施打流感 跟肺炎鏈球菌疫苗 而更重要的新冠HBB疫苗 現在覆蓋率也只有3% 有些人他本來就不想打疫苗 比如說打任何疫苗 都可能會有幾天的不太舒服 比如說輕微的發燒 或倦怠或注射部位疼痛 那他可能覺得好好的沒事 他打了反而不舒服這樣 新冠本土疫情還未消失 加上流感來勢洶洶 醫界提醒天氣變化劇烈 加上病毒持續變種 年長者跟高危險群 還是要考慮施打疫苗 才能提升防護力 平安度過寒冬 廖軍記者 全運祥 黃書瑋 綜合報導 �燻 高 муз 深衛